本台日前意外发行了中华民国大陆特别行政区的护照之后 引发了轩然大波与广泛的回响 毕竟香港和台湾岛都拥有了自己的护照贴纸 咱们大陆同胞14亿人当然也有表达自己国家认同的需要与权利 而本台的统战部间谍顾问瞳孔率先示范了中华民国大陆特别行政区的护照贴纸之后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贴纸有一种贴位呢 我们来看看沦陷区的同胞们怎么说 网友胡晓东就说 您贴的不对 应该贴中华民国太阳系特别行政区才能彰显您的伟大 虽然本台自然一点也不伟大 但不禁想问您宇宙系吗 没有想到原来它不是宇宙系是银河系 念银河系的朋友在读英文之后对本台发出银河咒语 而网友李立涛则说 这谁瓢又就是弄歪歪了 与我们交流歪歪就是汉语拼音 一音亦银的意思 让本台深受中华民国真实地大物博文化博大精深之感动 未来将全面深化台湾呱呱注音教学的教育改革 回报汉语拼音教学 让沦陷区同胞不再害怕注音文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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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李立涛也说 我们是强国 而且为之自豪 我们会越来越强 的确我们就是强国 身为中华民国的官媒 我们非常骄傲 中华民国一定会越来越强 一定会超越芒果 成为Lumber One 而网友张 张 这是什么非法文字我看不懂 而网友张某呢就留言为我国讲述王国奴的中国历史 本台回复浪漫 而张某继续回应 本来还以为又是一场兴风邪雨的思域大战 原来你就是这好玩 确实是挺浪漫的啊 想引战 怎么可能这么可爱啊 难道你不知道先认真的就输了吗 不过也有非常赞赏护照贴纸的大陆同胞 网友陈仲强表示 难忘王室又一年 国君何时才来解救我们这些沦陷区的大陆人民 这贴纸挺帅的 金阳也表示不错有创意会持续关注的 而想要入乡随俗的 哈哈哈哈 名字取的真的是哈哈 富有哈味的名字 则rap了一段 三二一开始 果然人如其名 看来在大陆同胞们的眼中 自由地区的人民是很嘻哈的 有一种哈味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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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o One Lambo One Lambo One 哇 终于播完了 这一集真的好麻烦哦 对啊 各种 展现各种奇怪的 记忆 诶 今天宵夜是什么啊 哦 蛤 我花雕鸡哦 可是花雕鸡又不会有一种花味啊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卢秋燕可能还喜欢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don